今天這個案例喔 它就眼睛裡面有融融喔 然後這個診斷的話就是葡萄膜炎 那這個葡萄膜的話 當我跟病人講說病人是葡萄膜炎 病人都覺得很疑惑喔 事實上葡萄膜大家都看得到 葡萄膜的話就是眼睛的血管層 它從前到後的話包括紅彩 然後結狀體還有脈絡膜 那一般的話我們眼睛的顏色就是 就是紅彩的顏色 像西方人的眼睛是藍色的 它的紅彩的顏色就是藍色 它葡萄膜炎的顏色就是藍色的 那事實上葡萄膜炎的話 在臨床上根據統計 它的那個盛行率大概有千分之二 換句話說台灣的話大概是有2.5萬人左右 那這個何先生的話 他就是因為這個葡萄膜有蓄膜 蓄在這個眼睛的那個前方 那因為這個前方又黏然後又毒 所以他會把這個前方裡面的組織 整個都沾黏起來 他會把這個紅彩還有這個眼睛的排水口堵住 然後就產生青光炎 然後這個又黏又毒的膿 就會讓這個透明的水晶體 然後變得混濁 就好像透明的你把透明的雞蛋 然後放在那一個就是水溝的泥巴裡面放久了 就會變成皮蛋或乳蛋的樣子 它就變得混濁 那我們今天幫這個何先生手術的話 主要他就是要把後面的 把它這個堵在這個防角的籠 然後把它清除掉 然後再把這個沾黏把它剝開 然後再把這個水晶體把它去除掉 把它清除掉 然後清除掉的話 這手術其中最關鍵的就是這個後廊的保護 那這個後廊的保護的話 我們是用上這個後廊的那個保護器 那這個保護器的話 就好像一個海綿一樣 然後就頂在這個後廊的前面 然後水晶體的水晶體晶河的後面 然後當我們在震碎的時候 這個後廊就會被這個海綿 把它好像一個海綿的東西給它擋住 然後它就可以保護它不會被這個水晶體的能量震碎 所以可以大幅的提高那個安全性 然後這個後廊保護器的話 它也可以把這個水晶體的晶河把它劈成碎塊 然後增加那個就是手術的效率 然後降低手術的時間 所以也可以降低手術的時間的話 換句話也可以盡量降低那個感染的機會